Hello大家好,我是晶片600度 我们来拆个包裹 其实包裹已经打开过了,是做个样子而已 看一下纸条 纸条被我撕裂了 是 C头充电线,C头那边断线了 修好套上热色管,减短到50厘米 修好套上热色管,减短下50厘米 两根红色套管的线外皮破了 接触片那边也黑了 修好两根套上热色管,线减短一点 50厘米都行 单独一个不记得是不是原装,你测试一下 是的话就修好,记得也套上热色管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根数据线 水线就要这样修 打包来修 修一根不划算 修多的划算 我们先重脸来看一下这个快充线 那个线简直是太简单了 没什么看的 这个快充线看上去的话还是非常的新 从外观看上去没有任何破绽 非常漂亮 我们来拿个电流表的试一下 找一个快充的,快充的电流表 快充的线 这边是接口印 就是输入的意思 好,没有反应 看能不能把那个充电器给激活 嗯,又不行了 往这边连就不行 嗯,往这边连它就是 电流会这样 转动 这样一折就不行了,看到没 一折就不行了 好,那就这边断线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显无尽下面看一下 看一下它那个断线破损到底有多厉害 好,刚刚我们在显无尽下面可以看到它这个正极啊 已经断线了 正极断线的时候你这样一折它正好跟地线相碰了,碰在一起 那么它就会短路 如果它一折的话,一短路它就会 充电器就会短路保护 那就是断开输出 就造成充电的时候一闪一闪的 这个收集线的话,刚刚我们拆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外面没有这个屏蔽网 由此可以判断它这根线可能不是原装的 不是原装的啊 因为原装的线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外面的话有编织网的,这是没有的 而且里面线芯也不太高温 而且苹果的线永远都没有这种黑色 苹果是无论什么线,快充线也好,普通的线也好,它没有这种黑色 它的黑色地线全部是裸露在外面的 没有这种颜色的线,所以这个线可以判定啊,不是原装的 正好的话我们打开这个仪器来测试一下 插上这个线,插上这个插头 好,没有ID啊,读取不出来 它的ID 那我们就跟粉丝沟通一下,看这个线是切上还是放弃 好的,刚刚跟粉丝沟通了一下 粉丝还是坚持把它给修进去啊 就是还要修好 但有个要求,它就是把这个线剪短一点 剪短一点可能是短款的要用着方便一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那个线给剪短一点 下来我们再剪,我们下面操作一下 好的,这个线就焊好了 好多人说我焊的焊点比较匀啊 其实也就大样吧 我把这个靠缆环给夹一下 那就拽不掉了,然后里面搞上那个AB胶 我们需要不要测试一下呢 不测试了吧,直接封装 好,我们有这个烤羊肉串的牙签啊 我们把它拌一拌 这个是我在吃烧烤的时候特意留下来的 虽然老板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对啊 他也不知道我拿的牙签干什么 其实回来就是拌这个AB胶用的 好,拌的差不多了啊 把它给上一点胶 拌一下 好多粉丝会说这个胶啊 对这个线的焊锡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啊 其实没那么夸张啊 我们做过测试的 封装好之后 这个胶固化了就不会再腐蚀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在它焊锡边面轻微的 产生轻微的氧化层 黑黑的 有多余的残焦对吧 我们拿个纸巾把它给擦一下 然后把它给推进去 边推边擦啊 因为推的时候呢 可能里面焦已经满了 好,这个这样的就可以了啊 好,这样也可以了啊 正好插它在正中间 然后把这个牙签的胶给擦一下 这个牙签我们继续下次再穿烧烤用 而不是 再继续拌焦用啊 可以啊 那下来我们就直接测试一下啊 变化了啊 好,可以充电 好,没问题 动的话也可以了啊 我这手机不支持快充 期待,所以我没有拿快充来试 但是能开心5伏9伏是绝对可以的 除非它原先就有问题 现在揭法是没有问题的 好,这样也可以了啊 那这个快充线也修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